欢迎大家来到行动装置应用这个课程 我是今天受课的老师 我叫孙再阳 行动装置应用 主要就是要跟我们分享一下手机 手机里面的一些设定 还有手机里面有非常多的APP 如何把这些APP结合我们的公务 或者是说APP的一个使用 有没有一些特殊的功能 让我们解决工作上面的事情 我们花两天的时间来跟各位分享 这个手机应用 我姓孙在哪里的 在太阳的阳 我的课程我都会放在一个网址 包含我会把它做成影片 然后你可以看到除了今天这个课程 你还可以看到其他很多很多的课程 我的专长主要是要教各位 例如说大数据分析 办公室自动化 或者是我们还有一些电脑 使用的一些使用方式 都欢迎你再到我的线上 完全免费 然后到YouTube学习 其实我觉得现在看影片非常的方便 不需要再下载了 每天大概都有我的好多影片 我已经放了2700多部的影片 那每天都可以看到 大概七八百部影片被下载下来 被全世界不同国家的 不同地区的人下载 其实直接拿手机来看 也是蛮方便的 那我也留下我的电子邮件 还有LINE ID WeChat的ID 方便如果各位如果有需要的话 可以跟我进行所谓的一个线上的讨论 还有互相交流 教学相长 我之前是在罪障电脑公司 担任总公司 专任讲师 然后民国一百年之后 我就在想说 一百年了吧 国家都一百岁了 那我们应该要不一样的一些想法 后来我就想说 那我又喜欢读书 所以我就在跑去国立阳明大学 继续攻读我的学位 那我现在已经念到博士候选人 但是距离博士还有一个很大很大的距离 希望早日能够拿到这个文凭 我的专长还是在资讯的部分 所以我有很多的电脑的国际证照也好 国内证照 然后如果你对一些电脑的一些操作 有任何的问题都欢迎你 再跟我保持联系 好 那我们行动装置应用呢 我们来看一下 我准备的讲义的部分 今天准备的手机呢 是这一支 所以等一下我会把整个画面都清掉 然后给各位看到只有这个画面 这个画面 手机的画面 那我准备的是Android的手机 因为过往我通通教的都是iPhone 都是iPhone 好 那后来 后来因为有同学就反应 他也希望听一听Android手机的操作 所以我就准备了一支HTC的手机 HTC的手机 好 来跟各位来分享 就是Android系统里面的操作 但是你要知道 国内的厂牌非常多 非常多 就算我今天我拿了HTC的手机 跟Asus的ZenFone的手机所看到的画面 或者是Ply商店里面下载的看到的画面可能都不太一样 因为它操作大同小异 所以到时候如果你有什么不会操作的 我们肯就上网来去查 因为网路上绝对都放了那一种手机的操作说明 其实我要告诉各位 这个资讯 资讯这些东西 我们先学会如何使用 然后接下来其实有些国内很好的App 其实也是值得我们来去试着用它 但是全班都用LINE我一个人用WeChat 请问我要跟谁联络啊 我要跟谁聊天啊 了解吗 我就非常孤立了 所以我就没办法跟任何人联络 所以提供给你们参考这样子一个观念 我们来看一下我准备的内容 首先我跟各位分享一下 这是我们今天上课的班级 然后我们大概要知道一下手机 大概现在分两类 智慧型手机 智慧型行动载具 这很拗口 或者是简单说它就是手机 它就是手机 那这个手机呢 这个手机我们大概分两种作业系统 一个是iOS系统的 那以Apple公司的iPhone为代表 iPhone 调查一下 我们班使用iPhone手机的麻烦请举手 毕竟也是算1 2 3 4 5 6 7 再加我8 好 这支手机是我妈妈的 这支Android的手机是我妈妈的 因为它得了清光眼 所以我就跟它再三确认 你还要用手机吗 它终于说不用了 但是它要用平板 所以手机就多出来了 那多出来就我用吧 那个基本上如果说影响到我们的健康建议 不用手机会比较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除了iPhone以外 这边手机的基本操作 我们要等一下稍微跟各位介绍 那手机的作业系统呢 有分Android的作业系统 还有IOS的作业系统 那这两个作业系统呢 都赫赫有名 一个是由Google公司所开发出来的 一个是由Apple公司所开发出来的 所以了解了这两个作业系统之后呢 因为我之前的课程 我全部都在讲是iPhone 因为其实我觉得里面的App 差别性不是很大 而且iPhone很早就支援语音输入 我都是教老人家 不要在那边写字了打字了 因为那个BurpleMod 有些都拼不出来 那用说的不是更好吗 好 所以iPhone它有很好 很早的时候 它就有很好这种说 说的这种方式 就是你说什么 会舍不得买一个那个吃到饱 因为它可能就是买一个基本流量 例如说3G 5G之类的 这样子的流量 可是事实上 事实上 不晓得各位有没有去看你的账单 每个月你到底使用多少的流量 像我去看了一下我的流量 大概不会超过5G 因为我的办公地方有网络 那我家里也有网络 所以变成说我自己 可能就只有在 例如说坐搭捷运的时候使用 或坐火车的时候使用 所以相对的流量就不是这么大 但是在早期这个设定是一定要讲 现在好像大家 比较不太需要知道这个设定 但是我还是觉得 有一些设定功能是必须要知道的 所以我还是会讲一点这种设定 设定就很像电脑的控制台 控制台 像例如说手机里面 如果你 你想要设密码 怎么设密码 那你就要知道说 可能要到安全性里面来去设定 再接下来呢 我可能就要去 从那个如何操作 开始跟你们分享一下 手机如果说 它是在休息的时候是什么 这边是一个通知 然后这边就全部都是我们的APP 然后最下面就是主要的功能 主要的功能 大概就分这个几个区域 然后接下来我们就要介绍APP Store 那如果这个APP Store 还有好多 像我们等一下你看 我们接下来要介绍什么 我们如何安装 安装一个QR Code 如果说你今天到动物园的门口 它一定会有一个入园的一个内容介绍 你就拿你的QR Code去扫一下 你大概就会知道你那个路线图 像我们去东京迪士尼乐园 我们是不是会去拿那个旅游导览 现在我们基本上到国外去旅游 就直接拿智慧型手机来去扫一下 这个入园门口的这个QR Code 你就可以拿到完整的这个资讯了 好 这提供给你们参考了 所以如何安装 这就变成我们必须要先教你的 然后接下来我们就要教你QR Code怎么使用 然后如果你不要这个QR Code 如何移除QR Code的APP 然后接下来我个人蛮喜欢提醒事项 但是在一般的那个Android的手机面 它不叫提醒事项 它可能叫做行事例或日例 那以我个人习惯 我就每一次我就会把这个 每一天要做的事情 我都会先记录在我的Android的手机里面 好 然后它时间到了 它就会提醒我 所以它才叫提醒 我喜欢这样做事 你看像我就把我的所有的事情 我都先分类好 然后我就会教你如何把事情放进去 然后记得我一定会设一个提醒 设了提醒还不算 当我今天没有点这个完成 然后手机会 只要你一看手机 第一件事它就会提醒我说 你这件事还没做完 这就是iPhone它的概念 好 到时候再教各位 那个怎么样 让自己变成一个很有做事效率的人 再来还要介绍地图导行 我们如果说有机会 一个人的旅行 享受那种孤独带给我们的乐趣 应该是说探索未知形成 然后的这种 这种就是喜好 这也可以增加自己的乐趣 可是你总要会搭公车吧 你总要会坐交通捷运 或者是大众捷运 或者是你总要知道怎么走 对不对 所以Google的地图 然后里面有很重要的一个改变 然后怎么样去让我们到日本不会迷路 到美国不会迷路 但你到大陆 你就不能用我教你的Google Map 到大陆要用什么 百度地图 可以了解吗 因为那个 本身大陆它自己会做一套 跟Google公司很像的东西 例如说你习惯用 用Google Map的话 你到大陆去你就要用百度地图 这是提供给你们参考的 那在接下来 地图交完我就会交邮件 像我有好多邮件 我就不开电脑 我都可以及时掌握 现在我有什么邮件 但是你要知道一件事 现在年轻人越来越不使用 电子邮件写信了 真的 我大概从两三年前 当那个有新的学弟 学妹进来的时候 我跟他讲说 第一件事情要先登录自己的电子邮件 然后当作是一些账号 他居然跟我讲说 我要是 因为通常我们 帮他设定好之后 我们会寄一个确认信给他 让他能够回复 或者是完成这个密码的确定 结果他说 他不会使用电子邮件 但是他有电子邮件 他一定要有电子邮件 不然他手机是不是 就没办法去正常的使用 可是他不用邮件的功能了 他不写信给别人了 也不收信了 所以我们还是慢慢的请他们养成这个习惯 因为我们还没有到这么高科技 我们还是用电子邮件方式来去做 例如说身份的确认 好 提供给你们参考一下邮件 现在有很多年轻人慢慢不用邮件了 LINE LINE 我会把那个常用LINE里面的一些功能告诉各位 例如说建立群组 然后 例如说把我们班全部都纳到一个群组里面 然后呢 我觉得这个人 叫他不要谈政治 每次都谈政治 叫他不要谈宗教 每次都在讲说 我们要去信耶稣什么什么 然后你就 默默的 偷偷 不要说偷偷 就在 就是把他给踢出这个群组 怎么做 这都是必须要交给各位的 就是把一些不遵守规范的那个群友 踢掉 好 就是有一些比较特殊的使用 还有LINE里面 我觉得安全性也很重要 你不要以为说 那个LINE上面就肆无忌惮的 可以任意发言 然后最后会不会被人家劫走啊 然后去做一些什么事情 好 还有在那个 LINE之后呢 LINE交友 还有脸书 脸书我觉得 他比较好玩的地方 他应该是着重在 脸书 他除了发文 他还可以开直播 你可以把现在 比如说我们公家机关 正在办的活动呢 我们可以把它 去做一些交流 好 告诉民众说 我们现在在哪里 正在举办什么活动的 即时画面传送出去 像例如说 我想把现在上课的内容 整个传送出去 这个叫直播 直播 脸书可以直接做直播 另外我觉得我还蛮想要去教你们 就是除了脸书以外 我还想要再特意教YouTube 因为当你今天装了 不管是装哪一支手机 他一刚开始都会给你YouTube YouTube好用的十个功能 我觉得应该要告诉你 例如说快转 怎么快转 快转30秒 好 或者是说 假设我今天呢 我想要播放速度调快1.5倍 这都是在资讯爆炸时代 我们必须要学的 所以到时候 我可能还会再教你那个YouTube 那你有没有看到 这边有一个叫播客 播客 这个播客 我最喜欢它的一点是因为 它有一个排行榜 它就把全世界的广播电台全部集中 然后它有一个排行榜 那我就会觉得说 那既然第一名的排行广播节目 第一名 是不是值得我们来去听听看 对不对 所以这个Podcast Go 这就是播客 播客里面 其中我最推荐最推荐的 不是在第一名 好像在第十几名的 大师轻松读之 轻松读大师 也就是说 它里面它会介绍 大师写的一本书 那一本书 厚厚的一本书 你会花多久时间来看 厚厚的 例如说500页的一本书 你要花多久时间来看 两天 半个月 如果 像我喜欢慢慢阅读的话 我可能就是一个月这样把一本书计划把它看完 那他呢 因为是广播电台 18分钟他就报告完一本书 而且这本书呢 一定要是 就是销售量在几百万册以上 那这就代表说什么 这本书很值得我们来去读了 好 所以我蛮推荐 这个广播电台 因为只要有经过排行榜 排名的顺序 代表说 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 这样子是有顺序别的 然后再接下来就是 透过这个 我在前一百名里面 我最推荐的就是这个 这个播客 好 跟你们分享 再来做笔记 做笔记 好 还有 还有 有时候我们可能会 做什么早安问候啊 我也来教你怎么做那个贴图 如果你做了四十个 如果你做了四十个贴图 你到时候还可以放到 去跟玉山银行说 我想要挂在网路上 看有没有谁要买你的贴图 那记得要做四十个 才能做这件事哦 如果你只上传了三十九个 对不起 他也不接受 因为他的一组贴图就是四十张 然后 看你是要卖九块钱 只要有人下载 你就赚了九块 还是要卖十九块 还是二十九块 好 我看别人是这样卖的 当然也有卖三十块的 看你要不要去从事 做这一件事情 那接下来提醒四项 提醒四项 编子邮件的收信啊 回复啊 还有我觉得 现在我们的支付方式哦 你可能会慢慢的有机会 接触到手机支付 这个手机支付 我们了解之后 你不使用没有关系 只是我觉得 我应该还是要介绍 让你知道如何用手机来去做支付这件事情 那接下来总会出国旅游嘛 如果你遇到一个日本人 那你说中文 他讲日文 但是我们可以透过翻译 那个如果我说中文 他就会直接的翻成 这个我就不懂 例如说他请问厕所在哪里 我就讲出来 然后他下面就会 就会 拼出这些字 然后你要让他 就是发出声音给日本人听 那就请你点这个地方 然后他就有那个 就是声音播放出去 那日本人就听到了 听到了以后 他是不是批发会讲一些什么 日文 然后他又会再把它转回 转回来 就是这上面就会呈现中文 然后告诉我们说 这个中文是什么 这样可以了解 他刚刚讲那些批发的日文字是什么 但是我们到时候只能教的是 中英文翻译 我不太懂那个日文 我只懂那个英文 所以再加上我的母语中文 所以我来去做中英文翻译 事实上这里面已经准备了 非常多国家的那个语言 如果你去荷兰 会不会讲毛利文 在座有没有人会讲毛利文 那你遇到毛利人的时候 你就可以用翻译了 有听懂吗 现在那个一个人的旅游很方便 因为透过廉价航空 而且最近我看到那个 他一直在寄给我 因为我不是买了那个去美国的机票 然后他就一直告诉我 最近去大阪 两千多块来回机票 听得懂吗 就是他就一直告诉你 这些去泰国 去泰国你也不会讲泰文 你只会讲沙瓦地卡 没关系 有这一套 是不是就可以世界通了 给自己想象一下 因为真的 我们现在生存余命越来越高 越来越高 女生88岁 女生88岁 男生81.5岁 这是台北市我们调查出来的结果 所以大家都很有机会 出国去旅游啊 或者是去坐那个廉价航空 去体验一下 就是一个人的冒险 或者是一个人的那个探索之旅 好 再来我觉得做笔记 这也是我蛮喜欢的APV 因为当我去跟别人开会沟通时候 开会会有益 有益一定要有绝 也就是一定要有一个结果 我都会要求就是说 那结果是什么 好 然后绝对不要开一个没有结果的会议 所以呢 我就会把它形成一个像心智模式图 来去做脑力机的 会议如此 做研究也是 做学问也是 这样子的方式 好 就提供给人参考 所以到时候会教这个心智模式图 Google Map Google Map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说 我哪一年 哪一月 哪一日 我走了什么行程 这边全部都告诉我 还有就是路径 路径的查询 行程的规划 好 在地的美食 那 另外 因为 这一个软体 它可以把 图片 变影片 这也是蛮好玩的 可是 可是 我三月份教的时候 线 iPhone 免费使用 这很特殊 通常都是Android免费使用 结果这个Designer Designer 它居然是iPhone才可以用 然后布出Android版 好 这也是蛮特殊的 这个 好 然后 那个 Canva Canva 直接设好 海报啊 然后就直接传送 传送到IG上面 传送到脸书上面 还有廉价航空 所以没有为家 你们怎么买 怎么买 廉价航空 机票 还有 你 现在廉价航空 太多了 那 到底哪一家 真正的廉价 那你要看地区 不过我觉得 这一家的机票 是最便宜的 可是如果你要 一家九的话 那就是另外一家了 我看 我有没有介绍 应该我也会介绍 就是 我会介绍 两家 廉价航空 应该不是廉价航空 我会介绍 两个购买 廉价机票的 那个 APP 然后让你们知道 说去比比价 要会比价哦 要会比价 还有请你们 记住一件事情 因为一切事情 都是自己做的 一切事情 都是自己上网 登记的 请问一下 如果说 如果说 你把 日程啊 六月 你要出 你要 假设你要 七月 出团 出发 结果你订到 六月的机票 那你是不是就只能 六月去 然后 如果说你 六月真的没办法去 是不是会有 那种改票的 可能发生 这个时候 你就会发现 这些卖廉价机票的 APP 导音你过去的 这个 卖机票的 公司 他居然是在 法国 居然是在 英国 居然是在 国外 不是在 国内哦 你知道这件事哦 还有如果你机票 名字打错了 你人到机场去 你要怎么办 你可能 自认 倒霉哦 以前是旅行社 帮你办 那现在 就是会有人打字 不小心按错键 把那个名字打错字 对吧 所以请你们 用这种方式 来去订票的时候 一定要再三检查 不要有任何的错误 以免到时候 这些 就算是很廉价的机票 你到时候都 锁藏无门 好 这是提供盖门参考的 那还有我喜欢 因为我要把英文学好嘛 然后我又不喜欢 很死板板的 就一天背个 三百个单字 天啊 那不是虐待自己吗 而且让自己 更痛恨英文 那干脆我们用 换一种方式 玩游戏的方式 来教你 如何把单字背起来 然后还可以 跟家人比一比啊 好 那这边 空中梅雨啊 训练自己的听力 还有像VoiceTube 让你看影片 来去学梅雨 然后Asana 它是一个 做专案管理 做专案管理 好 所以你刚刚大概可以了解 原来我们要 只要设定 设定完毕之后 我们就要交App了 对 因为手机里面 什么都不多 就是App多 所以你要知道 手机里面有两个 很重要的东西 好 我们就来看 哪两个很重要的东西 第一个 手机一定要先找到 设定 设定 第二个就是Play商店 当然如果你是用iPhone的话 如果你是使用iPhone的话 所以是什么呢 一样 第一个是设定 对不对 第二个你要找的是 App Store 可以吗 好 我同时现在都看 我现在同时 我有另外一支手机 在我旁边 各位应该要知道哦 所以我两支手机 我都会讲 就是说 这边是不是有看到设定 对吧 那iOS它也是叫设定 另外 如果你是使用Android手机 你还有一个更重要的 叫Play商店 里面放的都是 都是App 好 大概是这样子 两个 但是iOS的系统 它放的是什么 它放的是 它放的名称 叫做App商店 我觉得App商店比较适合 那我们就先来观看一下 我们的手机 我们的手机呢 外面这个黑黑的部分 这个是外壳 可是iPhone XS 它是不是做到满版了 所以这个外壳 外壳即将会消失掉 这个黑色的区域 好 那接下来这一块呢 这一块有看到吗 这一块 我们从那个荧幕呈现的这一块 开始讲起 这一块叫做通知 通知没问题 你看像我这边 是不是已经有了几个通知在这里了 好 那这里面是不是有一些 即时的讯息提供给我 像我的手机 现在那个电池状况是什么 好 接下来在这个地方 这里 这里 这里看到的是什么呢 就是那些App App 我是不是有什么翻译 Mobism 那个进射 还有Play商店设定 这全部都是APP哦 好 你要记住一件事 设定跟Play商店是不可以删掉的 但是这个可不可以删掉 可以 因为这是我们 我自己装进去的App 我是可以把它删掉的 好 接下来在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iPhone就只有一个按钮 当贾博斯在 我忘记哪一年了 19 19 八几年 就是 你去看他的痣状 他就说 他要的 他要的 他要的那种手机呢 他就只要有一个按键 一个按键 所以你应该知道手机上面 是不是只有一个按键 当时他提出这样子的想法的时候 你觉得会有人 接受吗 不会嘛 会不会有人想他是疯子 对不对 好 所以我要告诉你 如果说你家有这样子 突发奇想的人 你要去好好的去观察一下 说不定他是先知 好 那我们来去看一下 在这个地方 因为Android的手机 他就不止一个Home键了 他不是一个按键 他有好多个按键 这边有四个 好 这个是什么呢 这个叫做选单 选单 当你点下去的时候 你就可以 你就可以看到 所有所有 不管是你买手机 安装 做一次 就帮你装了几个App 在里面 或者是你 另外 加装 从Play商店 下载的App 都会放在这里面 好了 那怎么样回到 所以这个画面有看到吗 一个点 两个点 三个点 这是什么意思 代表你可以上下移动 上下移动 上下的去 滑动 所以我们现在讲说 以前我们是按键的时代 现在我们是什么的时代 现在我们是什么的时代 现在我们是滑动的时代 滑动时代就是在讲 智慧型手机 滑动 可以了解吗 以前不是还有一段时间是 触控的时代 触控 其实 未来 未来 我们讲 就是智慧的时代 就是 你可能走到 走到那个灯下面 灯就会亮起来 理解 好 你走 例如说你走到这个房间里面 那个空调 它就会自动的去 感受 你的体温 现在多少 来去聪明的去调整 温度 可以吗 这个我们叫智慧的时代 智慧的时代 如果你们有机会去看那个什么 3D电影 3D电影 对不对 要戴那个眼镜 4D呢 它还可以让你闻到 如果下雨天 那你就惨了 记得要戴雨伞 不是 我的意思说 如果电影画面是演那个下雨 它就让你感受到 什么叫下雨 那你记得要戴雨伞 对吧 4D 现在还在研发什么 5D 6D 好 反正就是那个虚拟世界 虚拟世界 前一阵子那个韩国有一部 那个 连剧 我觉得拍的还不错 它就在讲那虚拟的世界 好了 那 这边除了上下滑动 有没有看到这边有三个案件 这个是回到前一页 这是回到一刚开始的第一页 一刚开始的主画面 其实在第二页 然后这个是 应该是说出现好多个选单 好 我们通常都是用这两个 这两个 不过 因为我已经习惯用那个iPhone了 反正iPhone不管你做什么事情 你就只要点Home键 就离开你现在的工作 所以我可能会比较多是选择这一个 好 点一下它 是不是就回到了自己的首页 好 那我们现在来去观看一下 我们现在来去观看一下 我要从设定开始讲起 因为设定讲完之后呢 我们才会去介绍到 所谓的一个Play商店 好 那 首先设定 我希望大概讲十件事情 十件事情 第一个 麻烦请点一下设定 好 当我点了设定 假如说 假如说我们以设定 里面的设定项目 是不是非常多 所以它做了一些分类 分类在这里 这都是跟无线 这都是跟无线与网路有关系的 就这几件事 这几件事都是跟无线与网路有关系的 然后下一件事情呢 你可不可以往上滑 应该可以 有没有看到 个人 个人里面 的一些设定 在这里 好 再往上滑 有没有看到这边跟手机有关系的 在这里 第四个分类是什么呢 应该没有了 好 所以它只有分三个 第一个就是网路 第二个就是人 第三个就是手机 可以吗 好 iPhone也是这样分的 当你点了设定之后呢 你大概也可以看到 最上面一定是先放网路 而不是人 好 第一个是不是 放的就是那个什么 非航模式 WiFi 这些都是跟网路有关系的 对不对 然后接下来 接下来 iPhone它这边 它还有多了一个东西叫做APP iPhone的设定里面 多了APP 好 那我们就先从那个网路开始讲起了 网路 你有没有发现 如果当你今天 当你今天去坐飞机的时候 那个飞机起飞 它是不是叫你说 请把手机切到飞安模式或关机 对不对 这个时候呢 你就要把它关掉 可是当你关掉它的时候 你应该知道像那个拍照的功能 还是可以拍 只是它就没办法记录你拍什么地方 有听懂吗 因为它在这个地方 飞安模式的话 它就是把你的网路的资讯关掉 还有 你除了网路 你的手机可不可以讲电话 你的手机也不可以讲电话 这是两个不同的系统 一个是通讯系统 一个是网路系统 可以了解 这两个是不一样的模式 全部都被关掉了 那我们现在那个拍照 它会记录你是在什么国家 什么地区拍的 甚至详细精准到 什么县市或者是道路 这都是要付出很高的代价 就是你拍一张照片 它除了占你的硬碟空间 它还要使用你的网路 应该可以理解这样子的意思 可是当你今天进行飞安模式的时候 照样可以拍照 但是它就没办法帮你记录 你这张照片是在飞机上拍的 是在什么国家的上空拍的 这就它不能做这件事了 因为网路被关掉了 所以飞安模式的话 主要就是在讲说 那个网路还有通讯 通话全部都关掉 好 那接下来在这个地方 有没有看到Wi-Fi 有看到 那个Wi-Fi 通常如果你用自己的网路 那么你这个地方 你这个地方 你就呈现关闭 你用自己的网路叫做4G 你用别人的网路叫做Wi-Fi 好 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 Wi-Fi 因为我为了要达到我的手机 我这支HTCS手机 它可以先把画面镜射 镜射到这里 镜射到我的这个notebook notebook在传送到我们的主机 你知道我一关一关的传 然后再透过广播教学给大家看到 好 各位不晓得能不能想象这件事情 就是 这个是要付出代价的 但是Android比较便宜 那个Mac 麦金塔的话 他就是每个月要付一次 大概最便宜要五六百块 那Android好像是买断 买断好像才 也好像就是五六百块 好 这提供给你们参考一下 就是如何把手机的画面投影到 我是先投影到notebook 好 那如果说我要投影 我就必须要使用相同的Wi-Fi 相同的Wi-Fi 像例如说我现在手机 我是不是使用Can's iPhone Can's iPhone就是这一台 就是iPhone这一台手机 然后你看我现在 我的notebook notebook这边 我是不是也是使用Can's iPhone 这两个网路一定要一样 也就是说 如果你今天你家里 你买了一个五十寸 六十寸的大的一金电视 那他的网路要跟 如果你现在要把手机的内容 投影到那台电视上面 你这两个的网路要一模一样 那都是用别人的网路 例如说用家里的Wi-Fi 那接下来呢 接下来这个Wi-Fi Wi-Fi 我现在没办法去切换 我的意思是说 当你点了一下这个Wi-Fi的时候 这边是不是有看到有几个 有什么TPE Free TPG 然后AP-10 我现在没办法去变更 因为我一变更 我的网路就断掉了 我只是提供给你们 告诉你们 如果说你是台北市的市民 你可以使用TPE Free 但是TPE Free会有一个问题 它会 如果说你可能一段时间没使用 它就帮你断掉 这是TPE Free 比较不好的地方 再来 再来 我还要告诉你 如果说你今天 你取得一个学校的身份 学校的身份 因为现在既然那个 全世界都有大学以上的 这样子的学校 所以只要你 你使用学术网路是免费的 如果你本身是一个大学生的话 那这个计划 也必须要告诉各位 我看这个计划叫什么 如果我现在看不到的话 因为这边 这边它还没有扩建 因为这是新的一个计划 也就是以后你到全世界 全世界 你可能不用再办什么漫游 不用再办什么4G了 这是目前 目前有的这个计划 我现在看不到 我要到阳明大学 我才看得到 那个 那个WiFi 就是 你现在是 那个大学 大学生 或硕士生 或博士生 你就可以去参与那个计划 你就可以到世界主要的地方 例如说 到美国的火车站 机场 或大学 都可以使用免费的网路 这是目前有的一个世界计划 那接下来蓝牙 蓝牙像我们比较多 像我经常使用的话 就是那个汽车 汽车的装置 顺便我再告诉你们一件事情 如果我要开热点 给别人使用 怎么做 开热点 你看 在这个地方 有没有什么开热点 这件事情 没有看到 如果是iPhone的话 iPhone iPhone它就叫个人热点 有看到 iPhone它叫个人热点 可是你现在 我现在另外一只手机 叫做HTC HTC 有没有看到什么热点 没有 它放在 你觉得放在什么地方 不是飞行装置 也不是WiFi 也不是蓝牙 也不是这个行动数据 也不是这个 它就放在更多里面 好 点一下这个更多 然后接下来这边 是不是可以看到一个行动网络分享 行动网络分享 有看到吗 可惜是WiFi热点 请打开 好 如果你想要做功德的话 好 这也是一个还不错的功德 那密码是什么呢 密码 你就可以去建议啊 例如说放12345678 这样就等于说免费给别人去使用了 好 提供给你们参考一下了 但是 但是 这样子的话 如果有人很厉害 他会经由这个热点 取得你手机里面的资讯 好 这是要告诉你们一件事 那如果说你今天只是要开热点 给家人使用 是不是就可以用 我现在所教的 我再重新做一次给你们看哦 我先回到上一步 上一步 好 首先第一件事情 是不是进来设定 设定以后 假设我要开个人热点 那我就点选这个更多数据使用 因为在这边我找不到嘛 如果找得到个人热点 我当然就在这边找 然后点选这个更多 点下去更多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看到有一个叫做行动网路分享 iPhone他把他前面这个叫做热点 热点 那我们这边我们就叫做网路的一个分享 好 我想这个名称应该更直觉 更看得懂 他就是要把网路分享给别人使用 所以点一下行动网路共享 然后点选行动网路共享之后 要记得把可惜式WiFi热点打开 打开 好 希望就可以把热点分享出去给别人了 好 那我就要回到上一步了 有找到吗 好 那网路我想就暂时介绍到这边 请问一下 这是我去中华电信 中华电信 他们告诉我的一件事情 就是说 算了我也不要你而床了 但是现在我们讲实际的应用 请问一下 你们都应该有办那个什么 什么499专案 699专案 什么698 反正一定会有一个多少钱的专案 对不对 那他会说送你什么40分钟 什么四话或者是打到其他行动变化的 请问一下 你现在还需要这个项目吗 你多久没有播03开头或者09开头的变化号码 去给别人了 很久了吧 对不对 你都是用LINE跟别人联络 或者是直接在那个 FV上面有一个Message跟别人联络 那请问一下 那你是不是根本就不需要 不需要什么 通话 免费通话这件事 你需要的是 无线上网 对吧 所以你们现在办的 我们现在需要办的就是 无线网络吃到宝 那无线网络吃到宝 哪家最便宜 有听过亚太吧 什么台湾之心 这应该都是蛮便宜 但是你不会选择 因为 因为什么 训 对 训后不好 就是我们讲的白话 那个背后的意思 是不是就基地台 太少 同意 同意我在说什么 你要知道一件事 每次选举 就会有民众的简讯说 我家楼上有基地台 楼上有基地台 好不好 收训好 但是 他可能就会有福射 对吧 这样理解我在说什么 好 哪一家基地台最多 我们是不是就 应该去办那一家 同意我现在在说什么 他多只要不要在我们家附近就好了 听得懂吗 就是我们既要 那个训号品质良好 又不希望他盖掉那个基地台 盖掉我们家的那个楼顶上 对不对 好 这是目前我们现在会有的一个情形 你不要以为说 这个好像无所谓 没关系 这有关系 真的有很多人 他就把家里那空房子 干脆就租给那个电信业者 那个去 去装这些基地台 好 反正你觉不觉得 这些其实都会有一个 就是说 互相对立 你既要科技 科技带来生活便利 但是科技有可能会影响我们的健康 这边可能就是在说这件事 所以请你们大概要知道 知道一下 那你要选择基地台 这是一种 但是你又不希望基地台盖在我们家附近 这也是事实 所以你可以去询问一下 你们家附近 到底最近的基地台是什么 然后再去选择该办哪一家 好 那接下来我们来观看一下 网络 网络是这样子 那这里面是不是还有一些个人 好 那如何去分辨 我到底应该去设定个人还是去网络里面 来去做一些事情 决定来说 假设我想要用别人的网络 那你就知道说 我要使用别人的网络 的话 当然就是找网络了 好 那如果我要设定手机开机时的那个密码控制 这个时候是不是就在个人的安全性 可以大概从那个名称上面来去区分 因为它这个Android系统它只有三个 一个就是网络 一个是个人 一个是手机 就这是三个项目 好 那我们现在来去看一下个人的安全性 我觉得这很重要 好 第一个安全性就是萤幕锁定方式 萤幕锁定方式 点下去之后 这边有没有看到 看你要用什么方式 有好多种 有图形的 有PIN码 有直接输入密码 好 我想在座 有没有谁手机没设密码的 没有设密码 或者是没有是安全性 个人手机没有设密 就直接进去打开来的 iPhone不算啊 iPhone一定设指纹便是 那指纹就只有你一个人可以打开 对不对 所以iPhone全部都设密码 好 有没有谁手机完全像我这样子 就是一滑它就打开来的 请举手 还是有啊 那没手机掉了不就给别人了吗 对啊 真的 而且哦 而且哦 你的资料掉了就算了 你的朋友是无辜的 不是吗 所以不要假我来 知道吗 不是说真的 例如说 那个某某某明星 他的手机掉了 因为以前 以前那个手机里面 那个电话簿不是都在里面吗 现在通通 全部连在一起了 可是现在那个他手机呢 被一般人捡走了 他没用 被特殊人士 被特殊人士捡走的话 你其实是可以打开那只手机的 好 要打一长串一拉堆有的没有的那个 其实抖音 常常对人在教 如何破解别人手机的命吧 好 不过我觉得 要请你们注意一下 还是要去设一下那个安全性 安全性 好 所以你可以设定 例如说 图形好了 图形 好 点一下图形 他不支援吧 反正就是 我这边我就要画出解 解锁的图形 我要去设定它 我现在先按取消 因为刚刚那个画面 他不让我传送过来 图形 图形就是 看你要不要设一个 设一个那个 123 然后5 然后再到789 画一个z 可以了解 这就是一个图形设定 那 那 接下来还有像 PIN 或者是输入密码 输入密码 就是 你必须要去设定好 你现在的密码是什么 然后 到时候你要打开 你的手机的话 你就必须要去 去 例如说 我就设定 输入密码好了 好 那 我现在呢 我就 不行 因为这只手机到时候还给我妈妈 到时候 好吧 反正我设好 等一下又把它解决 例如说 我现在设定密码 密码嘛 就不能告诉你 所以我设定四个数字 所以我就点这个数字 然后输入 不能告诉你 但是可以给你看 好 然后 然后接下来呢 接下来我就点这个继续了 密码至少包含 一个字母 他要求一定要一个字母 好吧 那我就要输入一个英文字母 所以输入 A 好 那因为是密码 所以他要求要再输入一次 所以我要再输入 一模一样的内容 然后确定 然后接下来呢 然后接下来 他说 如果 如果 反正就是我们现在设定好了 我们就点这个完成 好 你看一下哦 如果我现在我就先 荧幕我先占些 我现在一幕 现在占些 但是我要使用 我要使用的时候 我要使用的话 他这边是不是 刚刚会出现一个锁 这边滑动解锁 对不对 滑动解锁 然后他说 输入密码 以解锁 所以我就要输入正确的密码 然后接下来 我在这个地方 我就 Enter 请问我这样是不是就 解锁了 我就可以开始使用我的手机了 可是前提要知道说 我的密码是多少 好了 那我现在就先把我的那个 荧幕锁定方式 这边刚刚是不是有密码 那我现在我应该要把它清掉密码 那安全性里面 这边 荧幕锁定方式 如何清掉密码 那清掉密码 变成 我要先输入密码 输入了密码之后 这边 没有锁定 荧幕 可以吗 就是我本来是不是 我本来刚是不是设定那个密码 我才可以去做那个输入密码 以解除荧幕锁定 然后现在 现在 我不要那个密码锁定了 所以我就点这个 没有锁定荧幕 所以刚刚 刚刚我设的那个密码 以锁定我的荧幕 就 不存在了 好 点选确定 可以了解我现在说的意思 我的意思是说 iPhone这一段完全不用学 因为iPhone 它就是用个人 个人的一个 例如说指纹来去辨识 你觉得个人的 就是说 基本 你独有的一个项目 来去做开机的辨识 这样会不会比较好 绝对会比现在输入密码 或者是用图形 来去解锁荧幕 来得好 好 这提供给你参考了 那你到美国提款的话 你可能还可以透过红模 红模的方式 就不用再输入这些密码了 因为他认为个人能够辨识的 才是比较好的 请说 有啦 你说辨识什么 指纹 那是因为 富贵手的关系 对 就没办法设定 因为富贵手的话 他的指纹会变来变去 主要是因为他指纹 他会变来变去 所以他是不能设定的 那是特殊身份 这我没有办法解决 这可以去问一下 就是说 那是不是可以再多提供一个 例如说 设定密码的方式 去解荧幕所 我觉得应该要有这两个方式 就像有些公司 有些公司 他是不是设定 那个上班打卡的方式 就是要用你的指纹 这好处是什么 就不能带打卡了 对不对 可是你要知道说 有人 例如说他就不方便 不方便 那个指纹带他 还有 有时候手是不是会湿湿的 对不对 所以你就要等到手干了 可是这个时候已经八点整了 那 因为他把手弄干 然后再去按一下 是不是就会变成八点零一分的几秒 他迟到了 那在算谁了 这样听这种 我现在在说什么 所以 有些公司他就会特别再多设一种 就是说 好吧 如果说你不方便 不方便 当时当下立即打卡 那你就暂时用替代的方式 比如说签的方式 可是 可是 如果说你是不规手的话 他就让你 全部从头到尾都用签的 可是如果说你是偶尔 你是可以用签的 反正他就会有一个替代方式出来 那手机没有 iPhone没有 iPhone他全部 他就这一种指纹辨识 我不知道那个XR有没有 我不知道 因为我 我现在用的是iPhone7 iPhone是个好处 你们知道吗 他绝对不会告诉你的 iPhone的手机可以用很久 好 你觉得iPhone手机可以用多久 你觉得多久才算久 5年 5年 不止 再来 10年 我不知道 因为我手机没有坏过 从来没有任何一个 就是Apple公司的东西 在我手上坏过 只有我不想用 只有我不想用 好 然后就是我就会多了一个 多了一台机器 然后我这台 假设我旧的 比如说Mac 我想要卖人 我都觉得不好意思 后来我上网去查了一下 竟然还可以卖差不多1万块 当时假设我买的是3、4万 我已经用了8年了吧 还可以卖1万块 这就是Apple公司的产品 真的没有坏 所有的功能都正常 有一种东西会坏掉 电池 只有电池 那坏掉没关系 你就插电就好了 我只是要告诉各位 那个Apple公司都不会告诉我们一件事 说我们东西很耐用 它不会这样告诉你 它只会建议你买保固 所以我从来不买保固 不需要啊 真的不需要啊 那这种手机我不知道 因为我是直接从以前的Nokia Nokia各位知道吗 8系列 从8310 8310 8250 很久以前了吧 20多年前 好 后来我就直接跳用Apple公司了 一用就 就回不来了 可以了解吗 我就从来都 我曾经用过啦 用过一次那个 因为不是两年合约到了 那我的iPhone还没有换 他说我送你一只手机 好 我就 那个 他就送了我一只 那个台湾大哥大的代表的机子 好 我用了好像半年之后吧 他就出现问题了 好 我只是提供给我们参考一下 我不喜欢就是 就是Android的手机 他就是会比较容易换 我太太在用Android手机的时候 他大概每半年 就会要换一只手机 可是 我就说 那我的那个iPhone6 Plus给他用 然后我去买iPhone7 Plus 他说好 他到现在都没有坏过耶 我说你用坏了 你就直接跳升 跳升到那个 最高的那个等级 因为 因为交换条件是 他要iPad 最高的那个等级 我说 你又买iPad 又买iPhone 太浪费钱了 所以你就用我这只 那个iPhone6 Plus 他一直都没有任何坏的问题 因为他每次都说 是不是我手残啊 我把那个机器 怎么那么容易 把手机那么容易用坏掉 一下什么 机值 发烫什么时候 我说不是你的问题 你没有用对手机 我只是把我用iPhone的心得跟能分享 从来没有任何一个在我手机 在我手上坏掉过的记录 好 连包含 各位有没有知道 有一个叫iPad 第一代 第一代哦 我就 因为我已经用了十年 他也说他想要一台那个iPad最新版 那我就说 你要不要先把我那个iPad 拿去用用看 好 他用了以后 没有坏哦 没有坏 真的没有坏 有一天 那个画面乱七八糟 我好高兴哦 因为终于有机会 换一台新的嘛 他变成乱七八糟之后 我就 我就直接上网去Google一下 如果手机坏掉怎么办 不是 如果iPad 画面画面 花花的怎么办 然后他说 对着那个机器啊 对着那个iPad iPad大一点机器 后面是不是会有一个苹果 那个logo 对不对 对着他拍五下 要大力拍五下 你舍不舍得拍 你舍不舍得拍他五下 好歹我当时也花了两万块买的一台那个iPad 第一代 不到两万块 你舍不得 舍得拍五下 反正他已经坏了嘛 我还去送修哦 他说不推荐送修了 因为他已经找不到备品了 我还想要去买那个壳 他说他们也没有被这种外壳了 好 反正又Apple公司不修了 然后我也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网路上查 对他拍五下 那只是拍他五下嘛 拍完五下之后 按了那个Home键 好了 真的好了 我好生气的 好了 我说的胡适笑话是真实事情 好 这就是我使用的iPad 现在那个iPad还是躺在那边 没事 也没电了 那 那在插上 在插上电影 他就又可以使用了 我只是要告诉你 这是真的我自己使用iPad 一刚开始上次 我就跑去买 买了以后 然后最后他告诉我说 他不要用 为什么他不要用 因为他不能再装任何新的那个App上去 十几年前的机器了 好 好 所以他就自己去买 他就买了一个新的iPad 以及现在用我使用的 那个使用过的iPhone 那只iPhone应该有iPhone6 Plus 你想想看那是哪一年出来的 因为一刚开始出来 我就跑去买了 好 提供给你们参考一下 那我们刚刚讲那个安全性 我还是建议各位 如果可以的话 至少设一下这个安全性 手机的安全性 是为了保护除了自己以外 还有里面有很多你的朋友的资料都在里面 好 那接下来在这个地方 除了这个安全性 各位必须要知道 还有你的 我看 同步处理好了 我们介绍一下账号与同步处理 这边所指的同步处理是指说 他把你曾经装过的一些 可能需要你在一直不断的输入资料的APP 举例来说脸书 脸书 然后同步去做管理账号 这个意思就是说 在这个地方 你要是变更脸书的账号密码 假设你的桌机那边 你的账号密码会跟着 对不起 只能更新密码 只能变更密码 账号是不能变更的 所以他在这个地方 他就是有这种 就是同步处理 管理账号 所指的管理账号 就是指变更密码 不能够换账号 好吧 那他这边 他这边的账号 跟我 我所想讲的 是不太一样的 我们再来看一件事情 因为个人 个人这边下面还有一个手机 我觉得也是很重要的 叫做 我想要跟你们讲备份 备份 他应该放在 关于 对不起 不是放在关于 他放在那个个人里面 我要介绍的是备份 你有没有发现 你的手机里面 应该会有一个备份 好 我跟你们讲一下 那个iPhone的备份 在什么地方 因为他iPhone备份 就是备份到iCloud 我不喜欢iCloud 所以我后来我就买一个 很大很大的空间 256G 够我慢慢拍一些 很多很多照片放进去 那个iPhone的备份 他放在 一般 一般的最下面 有一个叫重置 然后那你会说 那我之前备份东西在哪里 全部放在iCloud上面 好 这样可以了解 可是这边有没有看到 这边有一个备份与重置 我要介绍的是Android的备份与重置 它是放在这里 点一下这个备份与重置 然后这边是不是有看到 整个账号的备份 它会把你的资料 整个备份到云端 但是你要打开 一定要用这个相同电子约件 到时候呢 它会把你曾经装过的 那个App 全部再帮你全部装回来 假设你现在换了一个机子 然后你那个机子 是不是要登录账号 登录账号之后就请输入 跟现在这边一模一样的账号 然后接下来呢 你曾经在这只手机上面装的App 它全部都帮你装回来 所以这里要请各位稍微知道一下 这个叫备份 自动备份 那这边有看到吗 上次备份时间是2019年6月11号 因为这个做法一定是使用 自动备份的方式 因为我们又刻意手动来备份 所以这边是用自动备份 你看自动备份是打开来的 然后接下来立即备份 就是现在当下立即备份 好 那备份之后呢 假设我今天我要把这只手机 卖给别人 假设我要把我这只手机 卖给别人 那里面是不是要回复到 原出厂设定 重设手机就在做这件事 可以了解 就是假设这只手机 其实还蛮好的 虽然用了30个月 30个月 但是我觉得它的什么 整个HTC的效能那些 我觉得都还蛮不错的 好 但是可能卖不到1000块了 我觉得啦 我不知道多少钱 但是我想那个 如果是我的iPhone 7 Plus 现在去卖 我觉得应该还有超过1万的价值 虽然我这只手机用了 就是iPhone 7 Plus出来 没有多久去买的 所以这只iPhone手机 绝对比HTC的手机 那个花的钱多 但是它的产值一定比较高 好 我只是要告诉你 这只HTC的手机 如果假设我要卖给别人的话 我不可能把我的朋友也出卖嘛 对不对 好 所以这个时候呢 一定要把手机重设 手机重设 一重设之后呢 它就恢复到原出厂设定 那是没有设定账号是什么 没有设定账号是什么的状态 好 那当你设定账号是什么的时候 它就会问你说 这些APP要不要全部都装回来 那你就选择要就好了 所谓要是指说 这只手机本来已经装的APP 它就会一个一个把它全部都装回来 这样子有听懂 我现在说的意思 重设手机是在做这件事的 好 那重点是啦 大家好像 几乎都会用那个自动备份 所以把自动备份打开 这样就好了 好 那备份了解了 备份了解之后 我们来去看一下手机 以前大家很在意手机的储存空间 因为各位 我很不喜欢那个什么16G的手机 包含那个iPhone 我一定是买那个最大空间的 因为它不会坏 它既然不会坏 我就预期我这十年 我就都靠这只手机了 这十年我的容量 我可能需要256G 还有我不喜欢 每个月交给Apple公司 那个iCloud的使用费 我个人我不喜欢啦 他一直在问我说 你要不要再加装那个iCloud的使用空间 我都不 他一直跳出来 我就觉得他很烦 又不能关掉 这是各位可能要知道的 但是我的iPhone 了不起到现在 我大概只用了20G左右 可是这个建议各位储存空间很重要 很重要 来看一下 我现在的这个储存空间 现在已经讲到手机了 我的手机呢 32G 我现在已经用了14.37G 32G 所以建议各位如果HTC 你想 两年半前 因为6月9号我才去停掉 就刚好满 30个月 好像那时候花多少钱 8000块买了这只手机 然后 你有没有发现 就是32G 我现在 应该是说 我妈妈在使用这只手机的时候 她也没有拍很多照片 如果她有拍很多照片的话 32G我想绝对是不够用的 好 这是提供给你们参考 你看 安装APP的话 才装了5.3G 然后相片才159Mbps 所以根本就没有什么相片跟影片 好 所以可用空间还有17G 还有17G 到时候我也会教你们那个的一只哨 因为Android的手机 iPhone完全不用装那个什么清理空间 清理大师 你要知道为什么iPhone不需要 可是Android手机非常需要 它会帮你清掉好多好多的空间 那是因为Android的手机 它没有办法完整的去释放这些功能 好 那我想 我想这个地方只是 基本的让各位了解自己的手机 自己的手机 你有没有看到这边 释放更多的空间 就是用清理 那到时候清理 我不喜欢这一个工具 我比较喜欢用清理大师来去做清理 所以到时候会教你清理 所以这边针对手机的部分 还有一件事叫电源 因为像那个 我想每一只手机 电池都是属于耗品 所以你很有可能 手机寿命很长 但是你的耗材是需要更换的 所以在这个地方 是不是有看到一个电源 所以我们来去看一下 这只手机 但是这边有看到吗 这边它只有显示 就是目前的电量 然后省电要不要开 然后极致省电 电池用量 对不起 电池用量 记录电池 那个iPhone 它就有一个 我觉得很棒的功能 它会告诉你 这个电池电池力 续航还剩多少 我只是要告诉你 这只手机它没有提供 就是你假设这种耗材 你一样的时间去充电 可是它能够充的 只有可能刚开始 刚买回来新机的 比如说只能达到八成 或者是七成 那建议如果说你那种电池很快 耗电就耗光 那电池是需要换的 但是它这边它就没有告诉你 那个电池的续航力多好 iPhone它就有提供 因为它会建议你 就是说假设你的手机没有换 那你就去换一个原厂的电池 那你会换原厂还是副厂 原厂 那你会被它剥去 它的东西都是贵 什么叫贵呢 这条线 这条线 我想各位去夜市 50块100块都有人在卖 对不对 原厂就要卖840 你看多可恶 听得懂吗 那条线 那条线 840块就只一条线 好 我想我的设定可能暂时介绍这边 因为设定是让你去更加了解你自己的手机 所以如果你今天你想要回到上一个画面 那是不是就直接点这个部分 这跟iPhone的操作是一样的 好 所以大概先把设定先介绍到这个地方 那你有没有发现刚刚我点那个 刚刚我点这个地方 接下来 接下来下面 就是如果说你要离开设定 离开设定 我个人的习惯 因为已经被iPhone训练 我就不点这个上一页了 我就直接点这一个 回到首页 回到那个就是有很多App的地方 好 我想我们那个先暂时上到这个地方 休息10分钟 10点45分前进教室 好 那我们要继续来讲 接下来 我想要先教你们那个 就是配商店 然后里面如何去下载那只清零 清零大师 然后那只哨把 然后去把我们手机里面的垃圾清掉 可是呢 iPhone不用做 为什么iPhone不用做 iPhone它根本就不把 所有 所有你装的程式啊 它根本就不是 真正的放在 我应该这么说好了 反正它不让你 做任何资料的输出 你拍的照片可以输出 对不对 你拍的影片可以输出 其他没了 有听懂我在说什么吗 那清零大师 他准不准清零大师 去清里面的东西 不准 所以你装的等于没有装 因为它清不到里面 可是Android的手机 它清得到 好 所以我们现在就先来教你 认识 Play商店 Play商店 然后去下载 下载什么呢 我现在想要教你们 这个 这个 Curring Master 我先教这一个好了 好 首先呢 首先 我的手机可以装Curring Master 其实那个iPhone也可以装 可是我觉得那个iPhone啊 iPhone我从来没装过Curring Master 真的完全不用装 那我们来看Android的手机 如何去装Curring Master 所以第一件事情呢 我们就要来介绍Play商店了 所以你iPhone可以跟着照做 当我点选Play商店 Play它是玩游戏的意思 商店 商店里面卖的东西 商店意思就是里面有卖非常多东西 请问Play商店里面卖什么东西 全部的东西都是App 就是App App就是App Application 就是应用程式 可是我觉得应该要加一个S Application 这个意思就是说 里面有非常非常多的App 那通常你要装什么 是因为你已经知道这个名称 像我现在我想要装Curring Master 所以我就在这个地方点一下 那我建议 我建议因为英文字 我们可能念的不是很好 可是我觉得可以去试试看 首先第一件事情呢 我们可以点切换到因素 然后点这个 点这个麦克风 我不太喜欢用打字法 因为手机嘛 手机上面打字 打这些字有可能 我明明要输入的是C 你有可能会 因为实质比较粗一点 所以我们会点到V 或者是隔壁的X 对不对 所以建议可以的话是用说的 好 C L E A N 可以吗 对不起 你不要念Clean 知道吗 你不要念Clean 好 当然也可以试试看 那等一下我们翻译的时候 我们不是一个字母 一个字母这样念 我的意思是告诉你说 如果说当你那个语音辨识 像iPhone 它语音辨识是不错的 你可以直接念Clean 那在这个地方 你就直接念Clean 然后接下来它在这个地方 然后有非常多的清理大师的工具的应该不是叫工具叫APP APP APP我们就念成是APP 然后你有没有发现这第一个 第一个 它叫做Super Phone Cleaner 然后重点是你往下滑 是不是可以看到很多个 对不对 麻烦请往下滑 这边都是叫安装 可是会不会有付费的问题呢 不会 那我找一个付费的 刚好都没有付费吗 好吧 如果是付费的话 这边会安装会变成 比如说30NT30 或者NT50NT300都有可能 可以吗 那个就是要付费 好 我们先来去看一下 我建议安装的是最上面 最上面 好 那么请问一下 我现在要推荐的是这一个 对不对 那总要有个道理出来啊 不然这边 这边有 请问有30支手机 你到底要选哪一支手机 当做是购买 对不对 这边是不是有2、30个 甚至它总共搜寻出来几个 反正很多个就对了 好 我们通常会看几件事情 第一个 你看哦 这边是不是有84万折评论 代表请问你有 有多少人使用 绝对超过80 不对 因为说不定有人 他就是 他就是很暴力 就是一直写评论 有可能吗 好 比如说赞 你写完一个赞 然后送出 又写一个赞 送出又写一个赞 送出 好 这边超过5000万次下载 这个超过5000万次下载 就代表说有这么多的使用量 可以吗 因为你要下载才能使用吗 好 然后接下来 就是给那个评价 给评价的话 好 有多少是在 例如说 这是年龄限制 年龄限制 好 重点 重点 我们来去观看一下这两个项目 决定要不要来去下载 而且还有一点哦 我觉得这也很重要 请问这个为什么很重要 要不要钱重不重要 要不要钱重不重要 重要 好 那你们 那你们要记住一件事哦 因为 因为这边牵制到一种付费的机制 你这样了解哦 就不小心 莫名其妙的付钱出去 这也是我必须要教你 我的意思是告诉你说 如何绑定支付 这是一个重点 然后如何不要绑定支付 又是另外一件 你们必须要学会的事 不然莫名其妙的付钱 付给谁 好 你根本就不知道 像这个 这个 晚一点我们再去看 可是我现在要告诉你的事 这个评论 评价 我觉得这样还算不错 至少这么多人 五千万次的下载 应该算还蛮多的 那你看这个 4.7 科星 然后有 四千多万折评论 然后 接下来有看到吗 超过十亿次的下载 请问这个 有没有比刚刚那个好 下载次数越多 是不是越好 对吧 还有 这个星星数也应该知道 因为满级分就是五星 有没有六星好评的 没有 我们现在讲那个网络 评价就是五星好评 可以吗 好 五星 所以 4.7 是不是又比刚刚这个 4.7 是一样的 但是这个是超过 十亿次的下载 所以这边是不是胜出 所以我觉得 我就不再往下去滑了 我们 就请选这一个 来 麻烦请 安装 安装就是请点这个 安装 可以吗 我这边 因为我已经装好了 所以我是不是可以直接点 开启 好 来 麻烦请各位 点 麻烦请各位先点 点 安装 把它装好 这应该装很快 Creditmaster 你如果去看评价 大家一致对他的评语 不好评语 就是广告太多了 就这样子 好 还有 我个人呢 觉得有亲 有 有安心 我觉得是这样子 因为我用iPhone iPhone根本就不用亲 可是这个 Android的手机是需要亲的 可以吗 有没有满足 刚刚有同学问我说 要不要教这个Creditmaster 应该有吧 反正迟早都要教 干脆先教你这一件事吧 请问装好了吗 应该很容易装 很快就装好了 开始使用 反正你装好了 我们就要开始使用 我要讲里面怎么使用 我最后一件事 这一个我不删 这一个ac 我不教移除 可是我还是要把 那个移除的方式 告诉你一下 好 请问当我点 开始使用的时候 它是不是告诉我 说什么 这边是不是有 我的储存空间 我的储存空间 然后记忆体 对不对 好 这个意思是说 我的硬碟 目前现在已经使用了多少呢 然后接下来 我的记忆体 使用了多少 这边有没有看到 垃圾清除 所以我可以直接点这个垃圾清除 我就可以进行垃圾清除 清什么东西呢 它也不告诉你 反正你点了它 就会觉得 好像我的 只要做完这件事情 我的手机好像相对比较干净一点 其实你可以去看一下你的储存空间 你就会发现 有些空间被释放出来了 这是事实 好 来 请点这个 清理垃圾 因为这个APP主要就在做这件事 所以请点这个 清理垃圾 应该叫垃圾清理 好 请点它 好 你看 它这边 它说建议清理 建议清理64.2MB 有看到 我这边 我的手机 现在 因为我早上才清过 好 所以 它现在说 我有64.2MB 是建议是要清掉 首先呢 这边有没有看到 系统快取 这边有42 因为 什么叫系统快取 就是 假设当你今天你去收信 或者是说 假设当你今天去看了什么图片 它会暂时放在所谓快取里面 这边就42MB了 好 还有Google 我刚刚是不是有使用Play商店 有使用 它就可能会去刷出几个画面 像例如说 我是不是要找Clean 它就会有几个画面 然后这些都会占用我的一点点空间 还有相片 相片极快取 还有 还有空的资料夹 好 这些全部全部加起来的话 它认为就是说 有这些 有这些 所以我们就点清理垃圾 64.2MB 我就点下去 好 你看 这样的话 你有没有感觉 好像 好像就是 有亲 有安心的感觉 反正就清好了 可以吗 你们手机清好了吗 正在清 因为如果你从来都没有清过 他需要花的时间是比较久的 好 不过清完 下次你再去清 因为我刚才清了60几妹的 当然很快就清好了 请问一下 你的朋友已经不用 不打你这只手机号码 找你 对不对 对吧 或者是你的家人应该也很少 是播什么09开头 03开头 反正不会拿那个09的电话号码 来去找什么另外找你的手机 对不对 所以你想要知道 到底是谁打电话给你 听得懂我现在说的问题吗 这个叫做 Whose Code Whose Code一定要交 这是难得我们国人跟 那个中华电信跟中研院合作 我觉得一定要推广的 国人制造的产品还不错 国人制造的ATV还不错 他马上就会告诉你 这人是谁 比如说 XX借贷公司 你要不要接 就不要接了嘛 当电话响的时候 那个 不差什么 什么理财什么什么 你想要接这个电话 不想要接 还有 反正 我再多念几个 就是 我后来发现我根据全部都不要接算了 例如说他就会告诉我说 什么 什么公司 例如说我太太 她利用她公司的电话打给我 她就会写她们公司的名称 然后 例如说我最近去配眼镜 然后他就会告诉我 什么什么眼镜公司 打电话找我 这些都是我知道的 我就会去接对吧 可以了解 那如果 如果是什么核论车带 要不要接 就不接了嘛 还有像那个什么 万卷调查要不要接 不接 没时间 我们在开会 没时间 还有像那个 什么 台北市政府 台北市政府 例如说 打电话给你 你会不会接 不接 你们都是好市民 你们都是公布人员 要接吧 因为他可能做一些什么 预防保健的推广 告诉你说 你现在符合这个年龄 你一定要去做 你们不接 好 全部告诉你 我的意思就是说 当你今天接到一个电话的时候 你先知道对方是谁 来去决定 你要接 或不要接 你们说这个APP好不好 而且是免费的 所以一定要装起来 我 我跟 每一个人 尤其 我就说 老师 我跟我的知道 就是这样 老师你把你的手机给我 然后 这个 whose code 一定要装 我帮你把它装上去 听得懂吗 你在 照顾人类 回去把你们家里那些 尤其是我觉得老人家 一定要 一定要 如果是某某诈骗集团 打电话 一看到是诈骗集团 然后说 你儿子在我手上 那你就不用相信 你接都不用接了 你们说这样子好不好 应该不错 好 真的 终于 我觉得 这国人 一个APP 还蛮值得 我们来去使用 好了 我想 我这个 Clean 我先暂时不交删除 到时候 我再教你如何 清掉 那个 我觉得不好的 好 那接下来呢 我现在是不是要离开 我就要离开 这个 Clean Master 清理大师 好 怎么离开呢 我就点选这个home了 我就离开了 好 但是我必须要告诉各位 当我今天装好的 App呢 它全部都在这里面 都在 这个 APP 清单 里面 所以 当你点一下它 然后 然后你再去慢慢找 通常我最后安装 就会放在最后面 所以 上面往下滑 在 你看这边 我是不是看到这一个 如果你要清理 是要清 清单里面的 这个 这个要把它清掉 这个 这个要 这个哨把 这个Clean Master 要把它删除掉 才真正的算 移除 安装 移除这个 APP 可以吗 所以 我们现在来教你另外一个 我觉得很好用的 APP 叫 Whose Code Whose Code 这个不管你是用 iPhone 或者是Android 都要做 刚刚那个不用做 iPhone的手机 不用做 不要浪费自己的空间 去装那个垃圾 APP 那我们现在来教Whose Code Whose Code 它的图示 好 我就带你们做一次 所以第一件事情 我先回到首页 然后 Play商店 点它 然后接下来 接下来 刚刚这里 刚刚这里 麻烦请删掉 就是搜寻的地方 删掉 然后麻烦请输入 我习惯用这个麦克风 W H O 我念太慢了 W H O S C A LL 好 那因为我们都没有安装 对不对 所以在这个地方 请点安装 它的图示就是长这样子 Whose Code 然后一个电话 一个电话 然后点选安装 然后接下来它说 它是一个防诈骗 交给最佳来电辨识APP 然后 这里面应该都没有跟什么费用有关系 好 点选接受 接下来我们就要正在等待下载 然后它在下载中 下载完毕之后 因为只有25MB 下载完毕之后要做什么事 那就是安装 那就是安装 它会自动安装 好 所以它现在是不是在安装中了 自动安装哦 你们也在安装中吗 iPhone也要做哦 这样等一下就会知道说 谁打电话给你 之后啦 之后 还有 你安装 Whose Call 记得哦 每三天五天要更新一次哦 为什么要更新 因为那个诈骗集团 或者那些 他们一直换电话 对不对 他会及时的去更换 他那个电话资料铺 好了 当我今天装好 你们都装好了吗 还在装麻烦 请举一下手 让我知道一下 好 赶快哦 再等十秒钟 然后我们就要点这个 开启 对不对 这个Whose Call 真的我觉得很好 很好 那个以前我不知道 Whose Call的时候呢 我都会 例如说 什么车带中心啊 他打电话给我 我还会很礼貌 跟他讲说 不好意思 我现在正在开会中 对吧 对不对 当电话详续 你要不要接 当然要接啊 而且什么 未显示来电啊 或是什么 这时候你要不要接 然后如果显示一个什么 09 多少多少 你还是要接啊 说不定还是真的有人邀约我去上课啊 他用他们学校的电话打 或是他的手机打 对不对 好 可是 可是当我 信心满满接起 他告诉我说 我们这边是什么 化妆品保养公司 什么 然后车带什么 公司 那你会不会觉得说 就是 就是这种电话 几乎已经很久一段时间 那现在就 我们 来去使用他 好 点选 开启 记住哦 那他会在什么地方呢 他应该就会在我们的那个APP清单里面的最后一个了 好 我们点一下这个开启 点了开启之后呢 好 Whose Code 当然就要点开始使用 所以我就点这个开始使用 然后他要求你 为确认你的那个身份及变化号码 请进行账号确认 所以这边使用 使用这个Facebook登入好了 好 然后 以这个身份继续 然后 接下来呢 好吧 那就用我自己的 对不起 这要输入自己的哦 好 然后 接下来呢 接下来 你看 这样就可以知道说 谁打电话 你还有这个 茶叶推广 可以吗 贷款 中华电信通知缴费的语音 和润汽车贷款 车贷 好 这是我姐姐打来的电话 这是我哥哥打来的电话 这是陶渊县政府 好 应该不是县政府 应该陶渊市政府吧 怎么会他这边会放一个县政府呢 这样可以知道吗 这样是不是会比较好 以前 以前都不知道说这是谁 现在就全部都知道了 以前是不是只看到0965 多少多少 对不对 可是现在他会直接告诉你 这是什么 这样是一件很好的事 请问一下 可是那个后面的电信业者 所属的电信业者好像不对 所属的电信业者 我女儿的 她现在是台湾大阁大阁 后面显示自己的传电信 她只是刚开始是给传电信 后来她就跳到台阁大阁 并没有改 这我觉得 这我觉得应该还好 我觉得最重要是这个 最重要是这些 这些 好 然后接下来还有一件更重要的事情 我必须要告诉你 就是更新 因为 有些诈骗集团 他就是会把电话一直改 一直改 对不对 所以你要会更新 你要会更新 怎么样更新 那个就是特殊电话号 就是 中华电话 不 中华 如果说你今天你申办 中华电信的室内电话 你是不是可以去跟他索取黄叶 黄书 那个是不是叫黄书啊 就做生意专门用的 黄书 不知道了吗 完了 这都是代表年龄的象征 大哥你应该知道什么叫黄书吧 对 就是做生意用的 什么开店家的 还有另外一本就是所有市民的电话 以前真的中华电信会印这个东西 现在谁还去拿这两本 不会有人再去拿了 他其实就在做这件事 然后整个过滤 整个呈现那个名称是什么 好 那我们 我们要去更新他 好 就是Whose Code 他必须要一段时间 他就会更新 一段时间就会更新 所以这左上角这边 这个左上角这边点一下 不用耶 不用 因为他到时候会通知你要不要更新 他会通知你要不要更新 有些设定 好 他说有些设定还没有完成 立即前往设定 所以可以点这个设定 启用简讯功能 应该不需要吧 Whose Code 将您封锁 不想收到 他还有推出一个功能 就是什么简讯 拒收 看你要不要启用这项功能 我先不设定好了 好 我只是要告诉你 这里面 如果时间一到 例如说三个月 你不是三个月 可能三五天之后 他就要求你再做更新 你一定要点更新 他更新 他的那个更新所指的是指黄页 就是黄 就是那个电话号码更新 所以记得一定要做更新 可以吗 这样子的话 我觉得至少你可以看到 这是谁打电话来 这是谁打电话来 到这只手机上面 好 这样子的话 我们就可以分辨对方 像 像如果说我们看到这个什么贷款 或者是合论汽车贷款 我们就可以拒 就是不接这只电话 好 这是提供给门参考 那这就是Whose Code Whose Code 好 那我们现在 还是要去看 那个除了这个Whose Code 很好用 我们再来去谈一下 当我们今天 我们现在是不是有这个 App 这App 就是当你今天安装好手机 你App清单 这个点一下 你会发现 其实里面有非常非常多的App 在里面了 好 其中我蛮喜欢的App 我先跟你们分享一下 例如说跟时间有关系的App 好 例如说在这个地方 跟时间有关系的App 我先介绍时钟 时钟 好 麻烦请点一下时钟 可以吗 说不定 说不定 你原本的App 这个时钟已经被搬到外面去 所以你也可以点它 意思是一样 但是 我的做法是 我的教法是这样 我先把那个里面 有一些我觉得还不错的功能 有一些还不错的App 先交代完 所以第一件事 请点选 这个App清单 然后接下来请点时钟 点选时钟之后呢 好 我们来去看它有全球时钟 有闹钟 马表 倒数计时器 好 你有没有发现 你有没有发现 我就把我可能会去的地方 我可能会去的地方 那个时钟啊 我先设好 例如说全球时钟 可是哦 如果你用iPhone 各位应该知道一件事 iPhone它还有一个好处是什么 就是当你先到日本 它自动帮你把时间就调整好 请问那个 HTC的手机应该都是吧 我不知道 因为太久 我太久没有使用 应该都是 对不对 好 为什么它现在可以做到这样 即时同步 它用的就是地区 如果你的地区要打开来 它就自动帮你搜寻当地的时区 好 就提供给我们的参考 那我们现在来去观看一下 像我现在的时间是 11点24 11点24分 那我们就可以知道说 华盛顿DC现在呢 现在的时间是晚上 因为刚好差12个小时 好 那现在是晚上的11点24分 大概是这样子 那例如说 你这边可能就会想说 那如果我想要增加一个时区的时间 怎么加呢 在这个地方有没有看到 时钟它分1 2 3 4 四个主要的功能 有全球时钟 闹钟 马表 倒数计时器 可是你有没有发现 这边通常就是一个APP放名称的地方 那最右边只剩下加跟点点点 所以几乎所有的APP都是这样设定的 好 加就可以增加全球时钟 那如果我在闹钟这边 如果我现在是在闹钟这边 我就可以加增加一个闹钟 好 加是在做这件事 所以我现在我想要加 例如说北京的时间 北京的时间 所以全球时钟 全球时钟 然后点选这个加 点一下这个加 然后我们就 我觉得 我觉得现在不需要用打字的方式 好 建议 建议不要用打字 所以呢 我会先把输入把切换到中文 切换到中文 对不对 切换到中文 然后接下来这边是不是有看到一个麦克风 我比较喜欢用说的 可是如果说你今天是在中文 然后又念英文字母 是不是很奇怪的一件事 好 我个人是这样设定 因为iPhone他要求 如果你今天在中文的模式 你就只能够打出来中文 就算你念ABC 他可能都会出现R B 逼迫的B 然后C边的C 听得懂我现在说的意思 所以我会刻意的 先把输入法 因为我要输入北京 我要在这边输入北京 所以这边切换输入法 然后接下来点这个麦克风 然后接下来我要点一下这个北京 你看这边 它是不是就增加了一个 11.27 因为北京跟我们在同一个时区里面 可以吗 这是增加 这个全球的一个时钟 好 请问你会增加 会不会删除掉 会不会删除掉 这边没有删除啊 这边 例如说我现在选到的是北京 我想要把这个北京删掉 那怎么删 所以第一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 一定要跟它有关 我现在要删掉的 全球时钟 是不是我要删掉北京 所以 删掉北京的方式就是 直接按住它 往左右滑 为什么不是往上下滑 应该知道原因 上下是不是放那个时区 所以只要按住它 所以按住它往左边滑 iPhone是这样 那在这个地方的话 因为滑鼠的操作就只有 点一下 还有按住它 每一家写的都不一样 像iPhone就是往左边滑 选删除 那在这个地方的话 我们就只能点编辑 这边右上角的点点点 因为它没有直接把它 直接的去做删除这个设定 所以我就必须要点这个 点点点 点这个点点点之后 这边是不是有看到编辑 所以我们可以点选编辑 有看到吗 请把北京选举起来 北京选举起来 选好之后呢 这边点点删除 这样就可以把北京的时间 删除掉了 可以哦 我要告诉各位哦 每家的App 就是作业系统写出来的方式 不一样 好 这样会被清掉 我们刚刚加进来的时区 所以你可以自己去玩一下 再接下来就是闹钟 我觉得时钟 每天早上哦 我们可能会去设定 就是不同的时间 提醒自己 那有人会从6点 6点05分 6点10分 6点15分 6点20分 这一系列的时间 就是要把自己给唤起 唤醒 好 所以在这个地方呢 如何增加闹钟 那就点这个加咯 点了这个加之后 我们可以去设定 例如说6点05分 那当然就是在这个地方 上下移动 好 6点05分 所以请把分移动到5 好 6点05分 不过因为 假设我现在希望等一下他闹钟响嘛 所以这个时候我假设我现在设定一个不是6点05分 而是11点33分 11点33分 那这个时候呢 我是不是可以 可以去 好 说明 说明一样 长按 然后 该起床了 然后 接下来呢 接下来闹钟的音效 可以随便 可以随便去选 假设我喜欢这个声音 我就选套用 然后要不要重复 然后要不要震动 好 例如说重复 例如说星期一到星期五 都去叫一次 我觉得不要设重复好了 然后点选完成 好了 那我先回到首页 回到首页 11点34分 他就会 想 那个闹钟 可以吗 你再点一下 他就会想 这就是闹钟 所以有人真的会设定 五分钟 想一次 五分钟 想一次 所以他就设了好多个 好多个时间 想把自己唤醒 结果 隔壁的人 被 被先 吵醒 吵醒之后 再去踹一下 吵醒之后 把阿迪 叫起来 好 闹钟还不响 怎么样 响了 该起床了 可以吗 结果不是 不是 当事人该起床 是隔壁的人 该起来 踹拉一跤了 好了 那我就点 关闭 延迟 延迟就是可能再隔几分钟 他又再想一次 隔几分钟 又再想一次 好 这个就是 时钟 那 时钟 他主要就是 让我们 有一个提醒的作用 所以他通常 我们就会联想到 我们就会联想到就是说闹钟的设定 好 除了闹钟 我们可以再跟各位分享里面 还有我觉得很棒的事情 就是 请点这个APP APP清单里面 我还蛮喜欢日历的 日历 所以请点一下这个日历 然后在日历这个地方 我们来去看一下 这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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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设了一个时间 设了一件事情 好 例如说 呃 八点 就是 我今天要在工训处这边教书 好 那 我们可不可以再新增个祭祀呢 当然可以 好 我先回到这个 回到活动详细资讯 这个 这个画面 其实可以切换 可以切换变成说 用月的方式来去呈现 因为有时候 有时候你去看 有些人 有些人他就直接秀出来 你看我这个月 已经都排满满的 就是 就是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他都会有一些 像这一天还没有排 这一天还没有排 像例如说 呃 他就会 如果说左边都有排这件事情 就是 这边是不是有一个黑色 黑色 代表说 这一天之中的这个时间 你要去做什么事 例如说 我就可以排六月十六号 六月十六号 我可以去增加一件事 活动的收件者 收件者 当然就是自己了 自己 好 我不设收件者好了 然后这边主题 主题 主题 一样 按久一点 到美国 然后 接下来 接下来是 这边有看到吗 那如果这是没有设时间 没有设时间 这边是不是就多了一个 这个项目 好 我只是要告诉你 你可以把你例行的事情 透过记事本的方式 记录上去 我个人 我个人是很喜欢把 即将要做事 我就全部都记在 如果是用iPhone的话 我很喜欢的是提醒事项 我就 这个提醒事项这边 就会排得满满的 好 这样大概可以了解 就是 我就会分别按照 比如说它是什么事情 明天会有什么事 后天会有什么事 我全部都会排得满满的 那 我只是为了要告诉各位 就是 这件事情呢 如果说你做了 我相信 你应该会 越来越发现 自己是一个 还蛮有效率的人 好 也就是说 也就是说 你每天都会有一些 疾病的行程 你先安排好 那安排好之后呢 它会 它会变成这样子 就是 假设 假设我现在呢 我现在是没有看到任何画面 就是当我一闪过来的时候 你看这边 它就有提醒事项 iPhone 它就直接告诉你 你现在有一件事情 还没有做完 没有做的事 它就一直提醒你 可以吗 这样是不是 好像有 有一个 提醒你 要去做什么事 让你每一件事情都做完 例如说 要求自己 每一周 至少看一篇论文 可以了解 那当你今天 做完了这件事情 做完这件事情 然后下一周也做完 经过一段时间之后 你不觉得自己 看论文的时间 是不是 就会越来越快 或者越来越 有一些很棒的一些方法 看论文有什么好处 除了可以培养 看你要看中文还是英文 可是那个论文里面 都有很多人 他的研究的方法 所以其实我们是在看 那里面的研究方法 看看能不能找到 解决事情的一个最佳方式 好 所以我觉得这个还蛮不错 那如果你要编辑 编辑现在这件事情 所以你可以透过这个点点点 因为HTC它的做法 它就是透过这种方式 透过这种方式 好 例如说编辑快速点两下 这个快速点两下 这边其实可以再去做 就是日期时间的设定 好 例如说我想要去修改时间 修改时间的话 这边编辑要点下去 好 然后接下来时间 我的飞机的时间是16点 16点45分 好 然后设定好之后按确定 它的时间它就设定了 那飞行的时间 我要飞到6月17号 确定 然后我到的时间是下午的 14点14点25分 好我只是要告诉你就是说 这样子把它全部都设定好之后 然后就直接放进去 所以点选储存 储存 好 这样子的话 这样子的话 你看这边完整的时间 然后我们回去再去看 这个月的记事本 有没有看到整个飞行的时间 从这个地方开始 一直飞到这一个时间 我就到美国了 好 提供给你们参考一下 像有几个很棒的事情 让这一片很有效率 还有很多时候 假设你没有做完 它都会提醒你 还有就是你把自己的行程规划好 当别人要找你做什么事的时候 是不是比较不会有时间冲突 然后你就会变成一个有效率 然后有按照循序渐进 做事的一个方式 好 那我们上午 上午这节课 主要跟各位谈一个 Who's cold 还有Claim Master 还有像时间 还有行事力 我觉得这些应该对各位 都有很大的帮助 然后希望 希望我们接下来就是一直在交这些APP 让我们觉得 其实这个智慧手机应用 它怎么样去慢慢的学会 应用在我们的公路上 好 我们上午就先上到这边 下午一点半 一点半 我们要准时开始上下午的课程 上午先上到这边 谢谢大家 谢谢老师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 谢谢大家